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录到12月12号 就把最后我在凤凰电视所做的节目全部录完了 换句话说 从12月1号到12月12号 还有15场15次的录影 我想在这15次的录影里面 把我最后要说的一些话 一五一十从时到来 讲给大家听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 我的坐轮的一个方向 什么方向啊 就是没清没重 为什么说没清没重呢 请大家看一张我所喜欢的漫画 这个漫画呢 是一个打猎家 打猎家 常常有一个习惯 就把他打到的动物啊 做成标本 挂在墙上 表示他的这种战利品的效果 这就是一个打猎家 在看爆 他墙上挂着啊 被他打到的动物 打到的动物 打到动物啊 可是他家里面有个老鼠洞 老鼠洞上面 他也把他打到的一个老鼠 做个标本 放在老鼠洞的洞口 所以整个的画面 大家看起来就是 他所设定的一个猎物啊 大的要 小的也要 大的要打 小的也要打 这就是我里奥的一个特色 没清没重 被我锁定成敌人 或者是斗争的对象的时候 我是不分大小的 为什么小的也要 因为你小的不要啊 你会失掉了 你的一贯的精神 当你不断地判别一件事情 该做和不该做的时候 你会失掉了一些重要的原则 所以为了安全呢 不分大小 巨细迷一都要做 这一次我参加了 中华 所谓中华民国台北市的市长 我为什么参加这个市长的选举 我在前几次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说过 还有没有说的部分 我综合性的跟大家说一下 中华民国是一个王调的 所谓的国家 今天在这个王调的国家的 所谓国号里面 在他的所谓的台北市里面 所谓的首都里面 我为什么要争一口气 为的就是要打一只老鼠 我把大家跟大家说 然后大家再看最新出的 这个一些文件 这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 第四届市长选举公报 看到没有 就选举委员会印的 大家看 这就是公报 看到没有 我是第一号李敖 第二号周玉寇 第三号七长亭 第四号宋楚瑜 这个第五号 这个郝龙斌 这种叫公报 公报 为什么我是第一号呢 因为大家 每个人交了两百万以后 完成了登记手续 就要抽签 抽签呢 决定你是第几号 抽签那天 我没去 我请我的秘书 Vicky 他代表我抽签 其他这些候选人 谢长亭 宋楚瑜 郝龙斌 他们都亲自去了 在现场 因为我没有去抽签 按照规则 由他们中央选举委员 他们负责人 代表没有出席的候选人抽签 一抽 就把我抽到一个第一号 这一号啊 在台湾的习惯里面 叫做签王 抽签 这个签王就是最好的一号 对他们认为最吉祥的一号 这个号被别人带我抽出来以后啊 包上灯什么 一片惋惜之声 为什么一片惋惜之声啊 觉得这么好的号码 一号给糟蹋掉了 为什么给糟蹋掉了 因为被李敖给抽到了 李敖明明不是玩真的 他这个选举啊 对他是游戏人间的一种 他不来真的 反倒抽到一个好的号码 这不是太可惜了吗 所以我看到报纸啊 这六个字啊 我特别把它写下来 一片惋惜之声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我李敖这次出来选 大家对我不谅解的 或者说宋楚瑜出来选 大家对我们不谅解的 有一个重要的说法 就是说啊 现在台北市啊 不是蓝色的 就是绿色的 你们李敖跟宋楚瑜啊 你们是属于蓝色的系统的 你们出来选 就挡了别人的路 就害得蓝色的好龙斌出来选 你们这一组来三个人 那边民进党绿色的 好不说 谢长廷 他们人少 你们这边蓝色的人多 这个选票啊 就会分散 分散呢 就不能够是蓝色的团结 所以宋楚瑜啦 李敖啦 你们是破坏了蓝色的团结 你们的参加会 搞不好呢 会使绿色的民进党的 谢长廷 他们当选 所以呢 就把我们做一个设定 你们破坏了 泛蓝啊 所有蓝色的 这个团结 我的解释是说 第一 老子不是泛蓝 你这为什么把我看成蓝色的呢 我也不是蓝的 我也不是绿的啊 勉强的说 我是蓝中带绿 白里透红 我是红色的 谁是蓝色的 我不承认我是蓝色的 如果你把我当成蓝色的 那我要跟你讲个道理了 台湾的人口 2300万 有选举权的人口 就是年满20岁的 是1700万 如果 如大家做的好梦 在公元2008年 蓝色的阵营 会把总统 所谓总统的位置 抢回来 由马英九出面 把他抢回来 在选举上面 应该过半数 换句话说呢 1700万的投票 应该有850万人 投你 你才能够当选 所谓的总统 不是吗 换句话说 所谓蓝色的 所谓泛蓝的是 850万人 好了 现在 你们国民党 多少人 108万 108万 对了850万而言 你们占了 八分之一吗 凭什么你们 八分之一 决定老子们的前途 你国民党 不由分说 推出来 郝龙斌 说你们代表泛蓝 那其他的八分之七 凭什么要听你们的 如果你们认为 我李奥是泛蓝 认为 宋楚瑜也是蓝色 为什么我们 跟我们都不商量 你们推出来的人 就是 说了算 我们不能选 我们选 就破坏了 所谓的泛蓝团结 有这样子道理吗 可以这样子 蛮横吗 还有 怕算数 我给他做个表 大家看这个表 表的题目叫做 你为什么第四次 做笨蛋 怎么分别呢 词别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日期 什么日期 你笨蛋的理由 最后的结果 大家看 在公元1994年 12月3号 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这个口识就出现了 你不要破坏泛蓝团结 我们国民党推出来一个人 你不要跟我们抢 当时国民党推出来的人 叫做黄大舟 跟他抢的人是谁呢 是新党的 赵少康 他们放出消息来 你们破坏团结 那么破坏团结 你要是老大 我选不过你 你票得的多 我在旁边搅局 也许构成这个理由 结果选下来 赵少康 比黄大舟 国民党的黄大舟 多了六万票 证明什么 证明你们国民党 推出来的这个候选人 根本不及格 票数根本不够 结果谁妨碍谁了 是国民党的黄大舟 妨碍了泛蓝的赵少康 结果给陈水扁 欲翁得利 那一年 陈水扁当选市长 第一次 你们乱投票 投给国民党 给别人戴帽子 说破坏泛蓝团结 结果陈水扁当选了台北市长 第二次 1998年12月5号 又来了 说要选国民党的马英九 成功了 选出来马英九 可是当时在泛蓝里面 有一个新党的王建轩 非常优秀 就压着新党的王建轩 不能选 新党的王建轩 为什么来选呢 是马英九宣布他不选台北市长 王建轩才输出来 出来以后呢 马英九反悔 又回来选 弄得王建轩 进退为股 最后只得了 四万四千多票 好了 什么结果呢 陈水扁那一次落选 落选什么结果呢 陈水扁 转选总统 马英九 破坏了生态平衡 把陈水扁挤走 结果他选了 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 而王建轩也落选 八年下来了 今天马英九 搞得焦头烂额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 王建轩 比马英九优秀 至少比马英九安全 这个人呢 王建轩 背景是财政部长出身 人规规矩矩矩的 虽然信上帝啊 可是这个人头脑 还是很规矩的 结果他落选 如果八年以前 王建轩当选的话 今天的情况 比当年好 大家都承认 因为马英九 长得漂亮 可是无能 又投票 投错了 第二次 第三次 就公元2000年3月18号 就选所谓的总统 那一次我李敖也参加了 要选什么呢 要选国民党的连战 哎呀 宗楚瑜 搅局 破坏泛滥团结 李敖 搅局 破坏泛滥团结 我们要选连战 然后公布了一个假的民意调查 这个民意调查 虽然是假的 说连战 会高票当选 可是有一个人呢 为他背书 就是这个民调正确的 什么人呢 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用他的小脸蛋 用他的好的造型 说我们要选连战 结果选下来 宋楚瑜比连战 多了多少票 你们听好啊 多了一百七十万票 一百七十万票 那换句话说 你们国民党推出来的候选人 连战呢 根本不及格 根本不够看 比起宋楚瑜来 少了这么多票 那么什么人 宋楚瑜呢 只差了三十万票 就当选了 就胜过陈水扁了 结果 谁破坏了泛兰团结 谁让陈水扁 愚翁得利 你们国民党嘛 所以第三次 选国民党的连战 结果陈水扁当选总统 你们以为你们会投票 你们以为别人破坏泛兰团结 你们以为国民党 推出的候选人最好 结果一连三次 1994 1998 2000 全都失败 结果呢 都使陈水扁当选总统 当选 当选所谓总统 当选台北市长 不断的渔翁得利 因为你们以为你们会投票 一次又一次 又一次 投投票 今天来了 第四次 看到吗 又来了 12月9号 再过9天就选了 说要选国民党的郝龙斌 不选的话呢 就破坏泛兰团结 结论什么结论呢 就是我所说的 你第四次做笨蛋 我的标题是 为什么第四次做笨蛋 大家懂我的理由吗 懂我举出来的证据吗 为什么说选出郝龙斌是笨蛋 因为郝龙斌还不如当时的马英九 马英九都做了笨蛋 对着陈雪扁 不敢反抗 我给大家举过多少例子 如果这个真的是蓝色 这个是绿色 我们也值得这样子对决 硬拼 我里要举出例子来 原来蓝色就是绿色 这话怎么讲啊 八年来我们亲眼看到 在绿色的左卫总统的控制之下 蓝色的在野党的台北市市长 马英九不敢抵抗陈水扁 陈水扁那些坏的政治 都要马英九吞下去 马英九乖乖的服从 你蓝色这样配合绿色的话 还要你蓝色干什么呢 你蓝色跟绿色这样接近的话 谁说蓝色值得一选呢 这就是今天的关键 蓝色蓝到了不敢统一 绿色蓝到了不敢台独 两个都是假货 干什么呢 争权夺利嘛 既然是争权夺利 选蓝色又怎么样啊 蓝色如果落选了又怎么样嘛 蓝色不是台北市市长落选以后 去当了所谓的总统吗 你郝龙斌如果落选了 有本领当总统嘛 所以都是没有出息的设定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 台湾很多人要死了 要选郝龙斌啊 要选国民党的候选人啊 你宋楚瑜你搅局啊 你李敖你在破坏泛滥团结了 我李敖才不承认呢 老子才不承认呢 第一老子不是蓝色 老子也不是泛滥 第二我也不承认 破坏了什么团结 当我讲这个 用这个表的时候 我把相关的证据 一样一样给大家看 看到没有 选华大洲那一次 赵少康多了国民党 六万零两百八十七票 整个的开票记录在这里 结果陈水扁当选 选 马英九那一次 马英九得了七十六万票 陈水扁得了六十八万票 王健宣只得了四万四千票 结果 陈水扁当选总统 把他挤走了 当选总统 再看 在二零零零年 国民党多连战 中处于多 国民党连战 一百七十三万九千四百五十九票 结果 陈水扁当选 中处于只为了三十万票落选 谁抢走了他三十万票 你们国民党 谁破坏了泛滥团结 你们国民党 看到没有 所以今天 我跟大家说 我 绝不承认 老子破坏了泛滥团结 我不接受这个理由 我也不承认我是蓝色 如果你说我是蓝色 你们就不能这样对待我 不经过商量 你只占八分之一的国民党 推出来的人 就是你们说了算 哪有这个事情啊 我李傲才不信邪 我也不信这一套 我举个例子 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子 回计 结论是说 陈水扁 三次选举都和 自以为会投票的蓝色选民 选 国民党有关 陈水扁 三次当选都和马英九 帮忙有关 所以我说 今天台湾呢 到处充满了自以为会投票的 我们要投好龙斌哦 要投国民党啊 要光复 要使台北市继续发蓝呢 发蓝又怎么样 你们这些蓝原来就是绿 可是这些话 我在电视里可以这样说 一般的选民是什么呢 我说他们是笨蛋 因为他受了这么多年的 这种地区性的宣传和教育 我区别 好像他们说 我们要选国民党的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好不说 连战 连战不是国民党的主席吗 我举出证据给大家看 什么人支持李正辉的两国论 反对中国统一 就是连战 什么人想买国买武器 什么人就是连战 今天连战 所谓的主席 国民党主席下台了 他的儿子 那个胖胖的 蠢蠢的 连正文 你知道吗 他是被我劫发 我们都当兵 他没当兵 为什么不当兵 因为身体过重 好了 他现在交女朋友 又不过重了 看到没有 今天连正文 在国民党里面当什么 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 政治局的常务委员 三十几岁的人 你有什么功劳 何德何能 当政治局的常务委员 因为他是连战的儿子 国民党这样搞 连蒋介石都要退出国民党 蒋介石当年40岁 才做到了中央委员 蒋介石还有 在国民党里面 至少还打架 有很多功劳 才不过做到中央委员 你连正文不到40岁 做到了中央常务委员 政治局的常务委员 蒋介石都要气得 不当国民党了 证明什么 证明今天我们支持国民党 就是你连战儿子 这种货色 在国民党里面掌权的 这种国民党 国民党值得支持吗 所以大家不了解 以为支持了国民党 就押注了绿色的民进党 错了 这个观念 这个设定是根本错误 民进党还是民进党 可是这个样子的国民党 怎么样的押注民进党呢 它使我们觉得 整个的气氛 都是丢人现眼 你们是个黑暗集团 你们是个黑暗的生殖器 所串联的一个集团 我们怎么看得起你们 所以今天就有人不负这口气 出来给你们干一下 那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李敖 顶标凭几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